立委水巧新大顧的先生杜炳成涉嫌乍欺洗钱 现在还被爆料他过去曾经为含合伙人投资问题弄上法院 当下杜炳成一度假扮记者跑到对方律师的事务所 想要试图骗资料 律师事务所内杜炳成拿起员工证 想强调自己有背景 是网媒新闻记者受到检察官指示 要来调阅被告资料 但律师面对不速之客也没再客气 杜炳成被律师戳破谎言 一度牙扣无言 还转头想向一旁女子求助 最后发现呛不赢对方恼羞成怒 杜炳成直接怒摔饮料愤然离去 这段影片是2016年杜炳成和合伙人江先生 因为投资问题对簿公堂 接着杜炳成就假扮记者到律师事务所 想要骗取对方诉讼资料 如今江先生也现身指控当年杜炳成如何设下骗局 江先生说前前后后投资了一百万 但杜炳成给的资讯和实际获利不符 不只拿不到获利还一再被他要求再补股金 因此合作了五个月 江先生份额退股对簿公堂 如今杜炳成因为涉嫌诈欺洗钱遭到积压 八年前的被害人江先生也挑出来指控 立委徐巧新大顾的丈夫杜炳成 争议事件一渐渐俯上台面 记者综合报道